这里的话,首先我把这个P的部分执行起来,给各位看一下,这里的话呢,我们开启这个,这边在sample里面的地方有一个叫serverP的这个网页 基本上它里面就是很简单的,就放六张图,加上一个button,加上一个button 不过这个button按下去呢,实际上只是做一个,就是说一个pullback的动作,就是等于是重载一下而已啦,重载一下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,我把它执行一下,给各位看一下,那基本上它底下会去漏,会去把那个 这个六张图把它漏进来,是从server端漏过来的,不过然后这边的话呢,我把它按一个什么的 比如说打一个名字,然后按一个测试,基本上呢,底下它应该还是会跑一下,然后再跟server要东西,不过因为这个图档太小 感觉不出来,而且基本上我们的图档放下来之后,其实都会放在catch里 那个catch,快取里面啦,所以也不会再抓了,其实看起来不是太明显 那比较明显应该这样啦,你按右键,这边有个什么呢,原始档 有没有,检视原始档,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基本上它不会有javascript的存在 有没有,里面的话基本上有没有javascript呢 没有吧,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存 存的一个server的一个要求 你去server抓东西,server丢给你东西 两边是有互动的,那我们再来看一下javascript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差别 另外有一个在这个地方,server-time-a的部分 那server-time-a的部分其实界面上也是差不多的 差别是在哪里呢,差别在这个地方 就是程式部分,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呢,在page-low里面 它里面会用一个叫从page里面有个client script 去里面有个方法叫get callback event reference 那把自己传过去之后的话,这边的话呢 再给他一个参数,就是这个 receive server data 那利用这个部分的话呢,我们可以让server端呢 去run一些javascript的部分 的这个程式,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,给各位看我比较明确一点 因为比较一下,各位才会比较清楚 那两者之间,这个是 P的部分,这个是A的部分,其实你会发现 你这样感觉应该是不太会 按测试,那同样会有个系统时间啦 不过特别注意一下,两者之间 你现在看应该看不出来,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你的server跟你的client是不同台的话 那两个时间你把它调成不一样 你会发现,两个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时间,如果是A的话 它取得时间